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3月份栽种了晚年 现在6月份了,再短短几个月 这些叶片基本上都盖满盘了 当时使用这种磨肥 还有咬里咬活里素的 为什么要使用长寿磨肥呢? 使用长寿磨肥它是钻对一些懒盐使用是比较好的 因为长寿磨肥它的肥效期是特别长久的 可长达半年的时间的 而且无臭无味,不周受宠爱 我这盘呢,大家看一下 虽然这里有一些青苔 不过我就是使用一些存合杀栽种的 还能用到一根除菁 出来七个洞 每一个洞放一粒磨肥 就是在每隔三天的时间换水的时候 在里面滴几滴101活力素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101活力素结合磨肥的作用下 是能够让它快速的生长的 因为101活力素呢 可以提高植物的免疫率 还有抗老化的作用 触根触芽 让这些叶片呢 不会造成黄叶 或者是伟年导福等等一些现象的 作为水培 就是在我们给它更换水质的时候 在里面滴上五到六滴的量就可以了 每换一次水就滴几滴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让它很好的生长 不会出现任何的情况 这是黄叶导福 鬼灵等等一些现象的 长势是特别的好的 同时环境通风 以闪色光为主就可以了 今天就交一个作业 是用什么方法能够把玉盆 腕帘养得这么好的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方法对待这个帮助 下期再见